可能是那個吧 他們現在用的那個 等一下可以跟大家講 這個是土肉粿 應該是橫屎的 我現在還沒有洗 我先給瑞翔 等一下請瑞翔稍微洗一下 你們可以試試看他那個味道 這是桂花 這陣子應該 這陣子應該開花才對 是哪一個是土肉粿 土肉粿是在瑞翔手上 他等一下試給你們 老師你剛剛說那個茶葉 茶樹 那他葉子是羽狀副葉 不是一般的茶葉的 那個茶樹跟那個不是一樣 我說那個茶樹是澳洲茶樹 就是外面你用到那種茶樹精油的那種茶樹 喔 這個是角白筍 青年有抽了 澳洲茶 茶樹精油 這一節就是他的肉 這是還沒長完的 有沒有 像這樣子 這一部分有沒有 你看到這一部分就是角白筍的 怎麼會這麼細 這是被打掉的 你看 一般像這樣子 一般我們會 會割 所以他會越長越粗 對他會越長越大 然後他還會再從旁邊長出來 對他會這樣分裂這樣子 對 所以一般小白筍 他就長不完了嗎 基本上他有一段期間 然後他種植的期間要蠻長的 大概將近半年 他半年才能夠長成我們吃的樣子 很像這部分會直撥 像那一根就比較差不多 左邊那個粗的那個啊 這一個 對阿 這一個再過一陣子就可以拔 不要啊 就不要拔吧 這稍微有點東西 喔 要長那麼粗才行 基本上 就剛才那個大哥講的 你要讓他長得快也是會有方法 只是通常他長得快就是 你給的肥多 那你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分解掉 或是什麼 然後也會有病害問題 紅紅的那是什麼 那是福壽螺的軟 蛤 這個 那是福壽螺的軟嗎 那是福壽螺的軟 對那是福壽螺的軟 一般他會把他的軟 產在高處 因為他的軟不能碰水 喔 對 所以一般農民的做法會像這樣子 把它剝掉 老師剝掉 為什麼不拿去煮勒 他福壽螺不是引進來吃的嗎 對 可是他裡面那個腺蟲體 他裡面尾巴就是腺蟲 就跟那個大蝸牛一樣 非洲大蝸牛一樣 可是這裡面非洲大蝸牛 還很多人在剪 還是蠻多人喜歡吃的 不能把它煮 殺死 吃的人沒有他長得快 吃的人沒有他長得快 他要鼓勵人家去吃 是 要怎樣 這個 會軟軟 太動了 可以有點軟 快點 可以 不要 要不要再看 這邊其實還有木耳 我沒有讓他看 就是他在木頭這邊聊桃子都會有木耳 是邊的 邊的 看一下邊的 喔 這裡還有木耳 有沒有 有有有 有沒有 木耳 木耳啊 木耳 我們在吃那個木耳啊 基本上木耳是很容易長的 不是不是不是 他需要草濕一定的濕度 然後有你這個周圍的環境裡面有他的菌 菌是飄來的嗎 對 像這個這個這個木頭是鄉村 我們在吃的那個鄉村有沒有 然後我們把它去掉以後 現在目前來講木耳比較適合就是鄉村 就是夠樹 就是比較鬆散之類的那個木頭 它都會長 而且長了不少 好 那我們往裡面 往那邊走 往房子旁邊走 那黑木耳 人家就說黑木耳比較好 那黑木耳是要怎麼樣 特別要有黑木耳的菌種嗎 也沒有耶 它就是本身就這樣長出來啊 那這是屬於黑木耳嗎 對 這是黑木耳的 可是它木耳種類還蠻多的 還有那種 因為好像比較小叫穿耳吧 我昨天有去買了一些 那我們這裡也有 之前也有再來吃 其實新鮮的 那種弄起來真的還蠻脆蠻好吃的 然後這是草案軟醋 然後旁邊這個就是那個 也可以當藥材 然後也有民俗的用法的 這是什麼 刺蔥 這裡啊 不是我說當藥材是取他們哪裡 喔都有 全身上下都會吃喔 幹 根 真的啊 一般的民俗用法 好像他們要這一根幹 他們不知道說要做什麼 所以之前有人種路邊的那種被砍走 小心喔 它刺蠻刺 叫刺什麼 刺蔥 蔥 蔥是什麼寫 蔥 蔥的蔥吧 應該沒吃蔥 它香氣很重 可是你要做菜的話 因為它葉子上面會有軟的小刺 但是基本上你如果沒有弄得很碎的話 我是不建議 我們在這裡聞到的那個是什麼味道 在這裡聞到的那個是什麼味道 在這裡聞到的那個 這是什麼 是那個嗎 老師這就是你說草很長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就是這個東西嗎 這是他們在園裡面整理出來的 這個要如果沒有把它弄成小碎段 像這樣要畫大概要半年 我正在瞧能不能弄一盤那個 弄一盤什麼 前面那個是用推啊 用推的那個推式的割草機 拿到手槽 快在弄上去 對對對就是剛外面 好 你在看風車喔 老師那個花是什麼花 哪個 那個花 那個是秋葵 哦那是秋葵的花 哦 秋葵長出來 那邊 哦對對對 看到了看到了 原來秋葵的花是長這樣 秋葵長那麼大的豬只有出一個那個 秋葵長那麼大的豬只有出一個那個 對 它每次就出一個 哦 可是你像那樣通常秋葵要塞很嫩 它稍微再長一點就會老 哦 所以秋葵要塞 可是它基本上 它是很容易種東西 就是你不需要太顧它 哦 我老婆種在裡面那個 基本上就不給它肥 然後甚至也很少給它水 它也是長得很好 不過它口感會有差 哦 對 它的那個成長信息 它無法在那邊走 那那個是 長老了 就不把他拿來當鎖子 傻嗎 也可以 也可以 可以 開到那個 好 可以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跟著中間走 跟著 對 它開車它是鮮魚車 好